这是两年半以内 乌克兰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第二度生死保卫战 5月初俄军发动闪电战 乌军92突击旅 奉命赶赴哈尔科夫前线 空中有无人机偷袭 地面有俄军渗透 而乌军手上的炮弹所剩无几 俄军从两个方向推进 这座150万人口的大城市 但在乌军的誓死抵抗之下 攻势受阻无力推进 来自哈尔科夫的士兵 乌军义不容辞从其他战线回防 保卫自己的家园 专家认为俄军深冬即兴的目的 就是要让乌军抽掉兵力 让盾内刺客防线空虚 都是乌克兰土地 一寸也不愿放弃 不过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南部 两名是儿童 另外一座大城地涅波罗的住宅区 也成为俄军的目标 乌克兰人感慨孩子才刚从学校毕业 本来有大好前程 如今未来只剩战火跟死亡阴影 TV陈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